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正式开打 这个正式实施 这是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关税增管有关负责人的表态 那中国大陆对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 加征关税措施呢 已在北京时间 那他们北京时间跟台北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中午的12点01分正式实施 所以呢 已经是确定开打的事实了 那当然 川普的最新的关税措施呢 也是生效了 那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商品 加征惩罚性的关税 那在今天的凌晨 临时一分生效 尽管企业跟投资人表达忧虑 但是川普总统 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还是正式开打了 那川普锁定机械 电子产品跟高科技设备 包括汽车电脑硬点LED 对价值340亿美金 大概台币是一兆378亿的大陆货品 科增25%的关税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在今天中午12点 中国大陆也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对美国等值的商品 科增关税 那当然这个是众所欲起的 因为我们前几天节目也讲了 时间紧迫 大概要转还的几率不大 但是后面会不会有更大的规模呢 高达5000亿美金的关税清单 现在已经喊出来了 这个牌是越打越大 有一点在那个说哈 在show hand的感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亚洲股市不会有好脸色 不过今天的盘势倒还好 台股本来盘中是杀下去 这个杀升一波了 今天加权股价指数 开盘还开涨三四点 期货也开涨三四点 但是11点过后 突然大杀一波 原本就已经落势的盘势 跌到盘下 从开盘的上涨跌到盘下 那在11点过之后 再杀升一波 最低加权股价指数 杀到10500点边缘 到10523点 那昨天的收盘是10611点 所以一度又跌了 这个七八十点的这样子的跌点 那不过这个尾盘蛮戏剧性的 后来就逐渐的 有买盘进场把它拉起来 最终加权股价指数 只有收跌三点 不过爆出了蛮大的成交量 1590亿的成交量 另外期货今天开涨34点了 盘中最低的时候 曾经杀到10441点 10414点 这个最深的时候 几乎要跌破10400点 那中场也拉上来 而且还拉涨了38点 到10539点 所以今天期货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盘中高低差达到142点 那中场爆出了 21万8000口的大量 这个平常我们的成交量 大概12、3万口 今天的成交量 几乎要扩增一倍 所以今天可以讲说 是一个带量的 很戏剧性的 一个变化的行情 因为期货涨38点作收 所以期限货之间的逆价差 收敛到刚好70点的一个逆价差 不过我们盘后资料 看到法人还是站在卖方 这等一下详细资料 我们在下一个小时 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我们这一个小时 要针对最近最热门的 财经的讯息 帮信众朋友做深入的解读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 原大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的 袁成辉博士 袁博士是我们 每两个礼拜 礼拜五的固定来宾 袁博士刚才 马不停蹄的 马不停蹄的赶到现场 前一秒钟 前一秒钟赶到现场 好 我们今天有脸书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脸书 我们698的官方粉丝团 你可以看到袁博士 现在有点喘的感觉 全都汗 当然袁博士喘不是因为 中美贸易战开打了 冲上来 我们这大楼电梯不是太好做 所以也难为名了 有时候天梯等个五分钟 很正常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那袁博士怎么看 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 最近可以去上网查一个 很有趣的讯息 这是一个摩根大通 大家知道 JP Morgan最近做了一份报告 其实这份报告 在新闻标题写得很耸动 可是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 撇开新闻标题以外 我们很认真的看看 他这份报告到底在写什么 他就是在去评估 全球发生贸易战 有三个很重要的情境 第一个情境是 美国对所有的进口关税 上调10% 其他国家不跟进报复 两年内 这不太可能吧 我先跟你讲 这个没关系 我们先了解 这个是什么情境 我们先把整个story讲完 第一个是 这个是比起 现在所看到的贸易战都大 是美国对全世界 美国对全世界科10% 包含中国 美国一年的出口 就进口是1.9兆美金 就等于这1.9兆 全部通通科10% 那其他国家不跟 对全球两年 GDP杀伤力是0.2个百分点 第二个情境是 美国调10% 其他国家等比例的报复 好 等比例报复就是 美国做10% 你也对我做10% 那这样子的话 两年内全球GDP下滑 0.4个百分点 第三种情境就更妙 不过大部分的新闻 都在报第三个情境 它叫做全球贸易大混战 全世界美国对欧洲科10% 欧洲美国对中国科10% 美国对全球科10% 那其他国家互相也都科 不只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科 其他国家还互相科 欧洲对中国科 台湾对美国科 台湾对中国科等等之类 这大混战就对了 大混战 大家都挑10% 这种情况之下 这叫全世界crazy了嘛 你觉得这个估起来会多少 你觉得会很大吗 1% 1.4个percent 那也还好啊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最近很多人在谈贸易战 都谈了一个好像好像 因为我们今天打了一场贸易战 那世界就要毁灭 那到底会不会因为贸易战 出现所谓的世界毁灭这种事情 我必须很坦白说 因为贸易战要出现这一种 全球经济大衰退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去想象一下 现在我们在谈的贸易战 其实是在谈 并不是阻止你去买东西 是你买东西的成本变贵了 那成本变贵了 说坦白话 消费者并不会不买 我们就以我们现在来谈 目前马上要磕了 这500亿的关税来说 他到底对GDP的杀伤力有多大 你会觉得摩根大通 估值数字好像不合理 我现在算给你听 你就会觉得很合理 你知道美国一年的GDP是多少吗 美国你是说全部GDP总的 就美国一年 大概差不多20兆美金 没错嘛 20兆美金 那你说500亿对他来讲 杀伤力是多少 消费事情 0.2个percent 那而且重点是 我是把整个500亿 都抹去是0.2个percent 但怎么可能抹去 我今天是涨10个percent 不代表说 我只要肯多花10percent的钱 而且厂商也不一定会 10percent全部通转嫁给消费者 说坦白话 厂商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摸摸鼻子 这10percent自己吞了 怎么可能真的调价 对不对 除非他的商品非常强势 除非他的商品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 你自己想象一下 这10percent的关税 真的磕下去了 真正能够对消费者的杀伤力 其实是有程度可以去控制 这是第一个重点 另外来讲 5percent对中国 是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来谈 为什么今天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明明大家都知道 马上7月6号 川普的daylight就在这里 中国完全不动声色 连谈都不用谈 就让他下去吧 为什么让他下去 因为对中国 中国一年GDP13兆 其实也还好了 他今年的经济成长 虽然减慢 跟贸易战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听众朋友 不要觉得最近中国经济很烂 是因为美国在打贸易战 中国受不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 是中国自己搞的 跟美国没什么关系的 通通怪中国 结构性问题 怪美国也蛮倒霉 其实5百亿下去 中国经济绝对有受伤 但那个受伤是 就像是你今天 突然就是人蹲在这个桌子底下 然后突然站起来 然后撞到头会长一个包 但你不会出去就晕倒 也不会脑溢血 那个程度 所以5百亿这个量级 第一个我们从量体的程度来讲 摩根大通说 这个数字不过分 是可以接受的 那第二个东西 说坦白话 我们在谈贸易战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谈到 所谓的产业关联效果 会不会因为这个东西 涨10% 然后发生什么断链的 例如说你知道当年日本311强震 突然我们顿时发现 整个半导体我们多么依赖日本 他不供应我们就完蛋 价格涨多少你都买不到 这才就是问题 但是你说实话涨10% 厂商如果真的说有订单 有需要 有买不到吗 没有买不到 所以某种程度上 第一个 产业关联效果的情况 不会因为涨这10% 你买不到产品 而且更加上美国这一次 其实我们在之前很多时候 其实在news酒吧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谈到 500亿是有会发生的 但大家其实要平常心去看待 为什么要平常心去看待 原因就来自于说 这一次川普在选择这500亿的项目 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叫中国制造2025 你听到这几个字 你就知道是假议题 就奇怪 中国制造2025是真议题 美国真的要答问题就是 你用关税去做就是假议题 中国制造2025 有哪些东西中国有在出口 飞机 你有听过美国人需要买 中国的飞机吗 有了部分的那个 银主件 高铁商品 对不对 我不用跟中国买 我跟其他国家也买得到 中国在这上面的产品 中国制造2025 其实听众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搞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 中国制造2025某种程度 它叫进口替代 是中国人发现 这个产业它做得不好 它做得不好 大量仰赖国外的 大量仰赖国外进口 那现阶段它发现 如果你看这个钱 都被外国人赚走 不行 我要成为一个富国人 强国人 我要自己做出来 所以说它就在做所谓的 藤龙换鸟产业升级 所以中国制造2025 是进口地带 你要对它磕税 其实磕不到主力的 你只能磕到一些皮毛 一些小小的商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这一次 在磕关税的商品 它的占比都小小 几亿几亿 加起来刚好凑起来500亿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川普在当年6月15号 就是那时候 把这个清单列出来 其实清单已经放来一个月了 很少人针对这个清单 觉得有问题 根本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不会有问题 它避开了 美国经常性购买的产品 一个就是手机 一个就是电脑 另外来讲的话 原本在前一版的清单 三月那时候 也有出来一个清单 当时连面板也含进去 这一次也全部都没有 所以说其实 它避开了真正我们所谓的 供应链拉很长的产业 你举个例子来说 供应链拉很长的东西 例如说你今天半导体真的做了 半导体真的做了 那当然就是个问题 或者是说 今天你今天做的是手机电脑 你影响就不会是只有500亿 它后面还会牵扯到 我们整个苹果供应链等等之类 但这次也都避开 所以说其实本身来讲 我们其实很客观的去分析500亿 大家不用太过worry 跟不用太过去担心 你要担心的是什么 你要担心的是 今天等一下过一阵子 川普可能就跑出来跟你讲 我要对中国的全部都瞌睡 对啊就是大家既然担心了 后面的5000亿 我其实很坦白的 跟听众朋友说明两件事情 5000亿几乎就含怪 中国大陆所有进口商品 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瞌睡 真正可怕的是 美国禁止中国购买关键零主件 我们刚刚说过嘛 中心通讯这样的事情 没错嘛 其实我们先去讲 摩根大通刚刚做过的 最悲惨的情境 你或许会觉得 他那样做好像数字太低 但是说坦白话 摩根大通 这个是美国的公司嘛 而且他们的里面的博士 一定比我都读的书多 都很厉害 数学都很强 他说出来的1.4% 是值得参考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一定有他的model算出来 他有model算出来的嘛 而且其实不只是摩登高通有估 其实Broomberg 就彭博社在今年3月 就有做过这样子的推估 也差不多1.2%上下 那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原因很简单 他并没有阻止你买 我只是涨10块钱 涨10% 没有阻止你买 你还是可以去买 真正的可怕的是什么 真正的可怕就是 像是今年3月 直接因为国安问题 我让中兴完全买不到美国的零主件 这才是关键 我是让你有钱也买不到 你才要害怕 或者说我真的完全禁止你这个厂商进入到我美国 你有钱想进来也不行 这个问题就大 他会影响整条供应链 这就是已经是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事情有核子弹 还有就是所谓的就是空包弹 关税本身对经济就像是我们蹲在桌子底下站起来头撞了一个包 他绝对会有影响 但不会致命 真正致命的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壁垒 壁垒就是让你连进都进不来 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这个问题现阶段 我们先来去看美国国内的气氛 川普是采取什么立场 国会议员采取什么立场 你会发现很有趣 你觉得是国会比较就是放手 还是川普比较放手 一开始是川普要做这个事情 那现在变成是国会不让川普放手 对所以现在是完全反过来 所以说在现阶段在这个议题上面 那如果今天是国会不让川普放手 但川普其实现在是主导权上面还是比较强势一点点 那国会如果要主导就会拖很多时间 为什么美国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他并不会因为马上 我今天说我通过了某个法令 明天这个东西就下去 我们就回到这一次的 我可以其实很坦白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发生全面的贸易战 但我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就是说在第三季 中美双方不会真的打一场 所谓核弹级的中美贸易战 为什么 你去看我们这次500亿 这次500亿拖很久 最早川普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在3月 当时大家如果还记得 3月22号川普说 我要对中国的600亿磕碎 后来就是美国贸易署说500亿 大家市场还觉得很奇怪 到底是500亿600亿搞不清楚 所以最早是3月22号 最早川普是说1000亿 最早是说1000亿 后来他是责成美国贸易代表是600亿 他叫莱特希泽给我搞个1000亿清单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3月的时候开始提 但是清单出来就要一个落后期 这个落后期是4月3号才推出来 中间落后了一个月 清单出来也不能够马上下去 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 你要把清单公告每个人看一看 那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厂商受伤害 你跟我政府讲我最后可以调整 所以这个公告期就60天 60天过去还真的有些东西被移除 原本面板是放在里面 现在把它拿掉 那60天过去就来到6月 6月的时候 美国再重新延领一个新的清单 就是6月15号 7月才瞌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按照正常的美国的法治 从政府说 就是总统开始对人家开始做威胁 告诉贸易代表要开始下手 到实际上最后真的能够制定一个 可以克关税的东西 那也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开始算嘛 不就是其中选举嘛 所以说很坦白的一件事情 只要这中间这四个月的过程当中 中美达成任何的协议 都可以停下来嘛 你可以知道 所以说我们现阶段很有可能 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会重演 我们今年在4月5月看到 双方又开始谈判 一下有进展一下没进展 不过真正 我也不觉得很快会有进展 真正的大势底定 大概会是在10月底左右 才会出现 那你10月底会大势底定 说坦白话 对听众朋友 我觉得我们看待贸易战 了解摩根大通那个数字 还有了解这个贪赖 你要保持的谨慎 但真的不要恐慌 因为现在没有 没有什么恐慌 因为真正核弹级的贸易战 第一个核弹级贸易战 是禁止你买我东西 川普这个立场上 没有非常的强硬 第二个是大规模的关税 四个月内上路不了 那也因为上路不了 你也不用期待说 说中国人也知道吗 daylight就是在10月 我没有理由跟你在7月达成什么协议 8月也不用达成协议 9月也不用 我们就等到在这中间可以放话 快到10月再来好好的 用力的谈一下 配合川普总统 其中选举演一下戏就对了 没有错 所以说其实了解这个现实当中 其实我觉得贸易战 未来两个月会进入到互相叫嚣期 我其实这几次的节目都很跟大家提一个概念 叫嚣都不恐怖 恐怖的东西都是不讲 我们一直讲伊朗的问题很严重 都不叫不叫嚣的 最后真的是下手 现在看起来伊朗真的出口是出不来的 原有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那个线上直播好像有中断的情况 那个有听有留言 不过没关系 我们现在试图把它马上接上去 请大家可以先听收音机 等一下接上去 我会随时跟各位宣布 好那刚刚言博士讲的 其实跟我的想法也是相同的 其实我也是觉得 这种中美贸易战这种议题 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假议题 但基本上呢 它的宣传效果恐怕会比它实质 效果来得大的非常多 原则上我认为它是一个政治动作 而不是一个经济的 实际的打击的手段 那为什么是政治呢 因为美国要选举嘛 对不对 好那中国大陆最有利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不用选举 所以呢 中国大陆可以跟你玩久的 玩硬的 玩拖的 对不对 因为中国大陆不用选举 那美国要选举 所以它要面对民意 那当选完了之后呢 很多事情各位都很清楚嘛 这个看看民主国家选完之后 是什么样状况 那就不用我来再多说了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议题 就是说 严博士今天帮各位准备了 最新的全球的经济数据 要帮听众朋友来做一下 全球经济情况的检视 严博士 我们应该这样看 最近为什么 一直很想要找个机会来跟 就是听众朋友来分享 我对景气的看法 原因非常简单 是因为最近其实整个新闻媒体的版面 被这种中美贸易战 对啊 然后实质议题没人在讨论 完全没人在讨论 但是其实最近的经济数据 很值得一看 我应该这样讲 最近的经济 因为我们人类看待经济数据的态度 很容易已管亏天 已管亏天 就是看到一个片面的数据 然后就自己去解读 好像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说法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人类老牛量很有限 包含我自己在内 你大概你就是只能够用 很少部分的数据去解释 你没办法看到全貌 那最近很容易犯一个错误 我觉得要提出来 大家很喜欢看制造业的PMI 对 然后用制造业PMI 因为我这两天看电视 常常看到人家就说 啊现在什么 全球经济已经受到中美贸易战 已经受到严重的重创 因为全世界的制造业PMI 现在已经跌到了几个月以来新低 其实你看这种标题很不负责任 为什么很不负责任 因为几个月以来新低 四个月以来新低 或者是2017年年中以来新低 可是你没有去想到 四个月前其实经济数据是很高的 你本来降温一点是很正常 你又不是一个掉很快的速度 那为什么要去谈这件事情 我就拿最新的 因为制造业PMI 很多人很喜欢看 是因为它是月初 第一个公布的大的数据 那公布出来之后 大家很多人就用一个月来形容它 那最新的六月份的 全球制造业PMI 它是从12月的高点掉下来 当时是54.5超过50的 很高数字 现在是53 数字上说坦白话 如果你单看53其实不差 但是数字上的确是掉下 它创下2017年以来7月的新低 那最近很多人就搭配贸易战 配合这个2017年7月以来新低 就说好像这个我们世界经济 受到贸易战的冲击 其实我认为最近这个制造业PMI掉下来 有两个层面的掉 好那是两个层面的掉 当然贸易战今天才开打 那个关税都还没磕下去 怎么会有冲击 那也许这个冲击 顶多就是心里面造成厂商 不知道该不该投资 或是说该不该放库存 或是说生产上面的一些困扰 那这样子的困扰会真的有对PMI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刚直播稍微有断掉 因为今天讯号不是很稳定 那我们刚马上就修复了 现在目前所以听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直播画面又重新这个 link上了 那刚才建光跟我讲说 如果听众朋友要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电台的YouTube的频道 所以您不用担心刚才直播那一段 你没有看到或是说听到 您可以在YouTube频道上面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不起 听到 因为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现在目前是只有声音 比较没有画面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听的 那这个是建光刚跟我讲 跟听众朋友宣布一下 好那虽然说 严博士刚刚讲说 那个摩根大通的数据 看起来就是说 对全世界的经济 这个贸易战影响的情况并不是太大 但是呢 对股市的情况 恐怕这个心理因素叠加 最近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再加上油价的高涨 而使得呢 这个最近全球股市都呈现一个弱势的走势 比如说我们看到 雅谷今天整体的收盘情况 帮天后朋友做了整理 日经指数 周K线是连三黑 就连续三周下跌 本周跌不轻 2.32%的幅度 另外韩国股市甚至是连四周下跌 韩国股市已经是破底 再破底 那今天我们看到 全周的跌幅是2.29% 那台股加卷股价指数 跌了2.11% 贵买指数更可怕 连续四周的下跌 这个周K线是连四黑 那这个礼拜大跌了 4.27%的幅度 那同时我们看到香港恒生指数 也是周K线连四黑 跌幅是2.21% 恒生国气股 就H股指数大跌了4.07%的幅度 也是周K线连四黑 大陆股市当然是受伤惨重 入股当然他自己本身刚刚讲到经济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大陆经济的数据 跟最近经济的情况 那入股呢 有资金短缺的问题 还有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阴霾 使得上证指数 这个礼拜大跌了3.52% 周K线是连七黑 那另外深层呢 这个礼拜大跌了4.99% 就是5% 周K线连四黑 所以从金融市场的反应看起来 就是经济数据是评估是一回事 但是金融市场呢 他往往是一种心里面的因素 情绪直觉 那他不会经过非常审慎的思考 去想到那个数据的问题 当别人在砍的时候你不砍 那这个你就是 没有错 你就跑不掉嘛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都会想说我先跑先赢嘛 所以股票市场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当然等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再请延波士来谈谈你的看法 不过我们还是先回到 经济层面 对经济层面 其实我自己认为 整个第三季会是一个很大的震荡 那很大的震荡 你说经济的很大震荡 不是经济没什么震荡 金融市场很大震荡 金融市场很大震荡 是因为他讯息会非常的多 但他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决定性的负面的冲击 就像我们刚刚跟你讲 中美的真正的贸易 这种5000亿的关税 会一直谈一直谈一直谈 但是真正要出来上路 他不会在第三季出来 那所以这个震荡势必大 破敌也有可能 因为毕竟股价的位置也是高的 但是在震荡大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听众朋友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要有个心理的感觉 它并不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也不是一种金融海啸 它就是一个震荡而已 那我先回到经济数据来讲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波的景气 最近我觉得很多人在看景气上面 我们是认为 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 我们觉得第二季的景气 不会比第一季好 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看法 但是现阶段大部分的人看法 会觉得这一波的景气 好像掉得很快 那是因为我们从制造业 PMI去看 但其实制造业 PMI你之前会觉得掉得很快 那是因为这个数字 之前的位置很高 它在54.3 它现在在什么 还在53 53还是在长期平均以上 这是第一个重点 另外来讲 这个制造业在去年之所以成长得那么快 有一个原因 因为去年是低库存 你如果需求又好 库存又低 叠加上去 厂商要不但要制造你的需求 还要补库存 那种就是所谓的追单的效果 会让生产面感觉是 比预期还来的更热入 但说坦白话那是在旺季 就是在销售旺季才会有的现象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淡季了 现在我们是在第二季第三季 是属于整个就是所谓的销售的淡季 第四季就冬天才是旺季 那你在销售淡季的情况下 库存水位也补上来了 机器也拉高了 厂商稍微减慢生产 其实说坦白话 都是很合理的 所以只要制造业PMI 没有在淡季的时候 跌到50以下 你要在乎的不是制造业PMI 而是内部有没有顶面 有没有需求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目前来讲 整个全球景气还有韧性 虽然最近市场是空头市场的 态势很明显 但是你来到了第四季 还是会抱持一点希望 它有韧性在哪里 我们在去年其实有跟大家提到 这一波有企业资本支出 有投资 投资到现在还是看得到 那其实美国 那日本其实最近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日本在这个月 七月二号 有公布一个日营短关 你日本经济 前一季不是公布说 经济没有在成长吗 日本今年的企业的资本支出 是11%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两位数 两位数 这是短关公布出来的 尤其是日本 日本 别的地方就算日本 9%上修到11% 都已经很快 所以说你看 投资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投资 因为人口老化 缺工的问题这么严重 当然要企业资本支出 我跟大家讲 自动化的支出应该 现在全世界都要自动化 为什么 现在你在谈缺工 说坦白话 就连台湾也缺工 到处都缺工 美国也缺工 昨天我看新闻 美国大卡车的工人 缺6万人 是啊 6万个吃鸡 不上 我跟大家讲 这个缺工的情况 所以说最近很多人 在谈劳动市场不好 不好 劳动市场不好 有两种问题 一个是结构性的不好 结构性不好 当然是很正常 因为受教育的问题 所以让大家薪资 一直都没有涨 可是最近说坦白话 Labor market 其实没有那么坏 为什么 数量上是不错的 你最近说实话 各地的失业率 都是低的 你大学毕业 你要找到工作 你不可能找到薪水 很高的工作 在台湾是没有 找工作不难 找通通不难 你要找到一个 22K以上一点点 你可以养活自己 吃饱饭 在台北租个房子 然后稍微再买一个 就是所谓的 就是小确幸的咖啡 或者说买一台手机 但可能不能买到iPhone 这种有基本的消费性 电子产品的消费 它绝对是有的 那这样子其实 你知道消费是P乘上Q 我们的工资没有涨 P没有涨 但Q增加很多 整体的消费的动能是向上 不只是在台湾看到 美国也看到 你知道台湾现在过去两季的消费 都接近3% 美国现在消费也都是接近3% 而且最近不是只有台湾 美国有 欧洲也有 所以说其实 这一波的全球景气 相对来讲 它有下行的韧性 就是它没有像之前成长那么快 但它往下掉 但是它有两个东西称注 消费跟投资 我们在经济学上 把这种消费跟投资 把它称之为 自发性的成长 autonomous 它就是有一定的动能跟能见度 所以也就是说 虽然最近PMI稍微掉下来 但是 制造业的PMI在淡季 对 但是这个是合理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看到全世界 现在目前的消费跟投资的情况 是相当不错的 稳定的 所以说GDP要掉下来的可能性不高啦 GDP就是不太可能 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 当你在降温的时候 你脑袋里不是在看 就是经济成长从3%降到2.5% 你看到它往下掉的时候 你内心你看的是0%嘛 不是这种数字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看 从哪里可以看到有内需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 制造业的PMI是降下来 降到53 我们来看服务业 最近的服务业PMI 全球最高是发生在去年12月 当时是54.3 那你觉得今年6月是多少 54.2 这样几乎没降 整个内需是维持一定的温度 其实我也有发现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 像欧元区的制造业PMI 其实掉了蛮多的 没错啊 大概差不多掉到 八九个月来的低点 因为它之前很保守 之前其实还 企业太保守了 但问题就是说 欧元区的服务业PMI 还是撑在高点 而且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欧元区的综合PMI情况 过往其实并没有掉下来 所以它靠服务业程 所以你看到美国7月4号 独立建议那个出游的人数 创历史新高吗 这代表景气好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支撑的力道 只是大家最近 因为新闻一直在爆贸易战 好像显得全球的政府 都只是知道打仗 它对经济没什么贡献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 很重要支撑力道 只是被它忽视 就是宽松的财政政策 你知道最新 OECD有公布一个资料 OECD32个国家 32国家在2018年 有26个国家 是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 那你说 以开发国家 采取一个宽松财政政策 他们又有消费又有投资 那当然经济内需撑得住 那台湾 其实我们不要觉得台湾 没有就是所谓的 就是政府支出 事实上今年再怎么骂 再怎么骂 我们就算是再留子孙 今年政府也是 政府支出也是在做 而且台湾其实货币政策很宽松 你看央行是连续八季的 重接线率不动 所以说我们最近其实 元大保华对景气的看法 我们的确没有办法 像是之前这么热络的 那后续在对各季GDP做预测 我们也认为第三第四季 经济成长率没有上半年那么好 但我们都预测在2%以上 我们用了四个字形容 它叫平稳前行 就是你要去期待有激情 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去看到那种 掉到那种 会让你是有感的 好像生活很困苦的那种 经济有感的slow down 也不太容易出现 好 所以说元博士 我这边做一个结论 就是那最近全球股市的下行 下跌 那某种情况 我们不能归咎于是实际经济的问题 那应该大部分的因素 应该就是我们一刚开始讲的 就是说贸易战这种事情对于心里面所造成的影响 对不对 当然也一部分也可以归咎到实际经济的问题 因为其实说坦白话 全世界在去年第三季以前 我们大概去年第三季 第三季以前 我们看待2018年其实是没有像去年第四季看的非常乐观 原本大家对2018年是认为还会比2017年更宽 是加速的状况 现在是要回归到现实是 你要把那种过度的预期是已经到成长3%年 竟然还会预测4%这种过度的预期要修正回来 它是实质上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不确定性也很大 可是再怎么样这个经济的基本面 把这种预期的re rating过后 它不是一个系统性风险 好 那中国大陆股市破敌再破敌 已经变成今年全世界最弱势的市场 那这到底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呢 还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经济的问题 它自己的资金跟流动性的问题所造成的 哪一个因素比较大 还是各方因素都有 另外油价这样持续高涨 美国现在的汽油 零售价格已经来到美加仑三块钱 这是四年来的新高 所以当然川普总统会担心他的选票流失 所以他要OPEC降油价 然后要增产 那OPEC也的确就很给川普面子 去做了相关的动作 那油价是真的会下来吗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好听众朋友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那我们今天现场的是元大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去看习近平现在下了一盘棋 他内心你现在在想的是认认真真的做完这一届 还是希望在想着认认真真的为再多做一届做准备 我想应该是后者了 国家主席副主席已经没有任期了 没错嘛 所以国家主席副主席是终身制 所以说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四年后 你去看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中国大陆有很严重的债务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追根究竟来回答 债务问题很重要 习近平很清楚的知道债务问题很重要 但关于债务问题 如果我任由他在2018年 因为其实2018年局势对他很不利 我任由他2018年透过债务问题让他恶化 就是膨胀债务的情况让经济撑得住 那五年后我可能要面临到是一个更严重的泡沫 这就是所谓的minsky moment 或者是反过头来 我必须要提早的去遏止他 哪一个策略才是对他最稳健的策略 当然是后者嘛 就是我要在今年要先稳住他 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怎么去看待中国经济有关 为什么 事实上在去年就知道 2018年中国大陆只做三件事 防风险 就是去杠杆 整个货币供给通通只缩起来 缩起来 另外来讲就是脱贫 脱贫就是你像现在棚户改造 或者说像是让老百姓的薪资提来 或者是抗污染 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的生活 他必须要在今年做 即便冒着经济有失速的风险 或者是在经济有一点痛苦的风险 这就是这一两年的中国大陆的大局 无论有没有MSCI纳入中国 这就是这一两年中国经济的大局 那在这个局之下 我们要回过头来问第二个问题 那现阶段的中国很多人用所谓的明司机时点来谈中国 所以周小川提出来的 没错 在去年你用明司机 周小川谈是灰犀牛 然后当然他说 他又讲明司机 中国不要走到发生明司机时点 他说未来如果再这样下去会有明司机时点 他也不是说现在 因为明司机时点这个东西 我们要回到明司机这件事情 他当初提到明司机时点有三种情况 就是说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会经历过三种信贷 一种信贷 一种信贷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型的投资者 就是借钱来做实业投资 就例如说大立光 增资 然后盖场房 这个是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盖场房 你的现金流量会提高 这笔钱是还得出来的 那这是OK的 就进入到实体经济了 没错 资金直接打到实体经济里面去 另外一种东西叫投机型投资者 投机型投资者是什么 他借钱做财务投资 但是他基本上他的现金流量 因为他有本业 他的本业的现金流量 是还得起那笔利息钱 就像最近被动原件厂 去买其他被动原件的股票 或者说像上市公司做库长股 都是一样的逻辑 上市公司做库长股 他现金流量也没什么问题 没错 那这个东西也是OK的 第三种东西叫做 庞氏诈骗型的就是所谓的借款者 这什么意思 但是就最后一道了 你借钱然后来做投机 买股票 但是你的现金流量连利息都还不起来 那你要怎么还钱 你靠你买的东西价格上涨 你到时候一次卖掉 就是你周转率要很高 一次卖掉产品本利和缓 那就是美国次贷风暴 最后爆掉就是这种 那中国现在在什么状态下 说坦白话 这很重要 这个问题我们要回答嘛 中国说坦白话 如果第一个 今年中国整体的信贷 没有比去年多 货币供给是收起来 是往下掉 政府刻意紧缩 社会融资也很明显往下掉 对中国其实刻意紧缩 是要控制整个债务的bubble 没有再扩大 所以说第一个 他债务bubble没有扩大 所以我们第二个 就是要去看现金流量 如果去年没有发生问题 那今年的现金流量 假设比去年来得多 就是企业的营收的状况 因为如果比去年来得好 那看起来是OK的 事实上 中国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个资料 每个月 中国都会公布一个 就是所谓的主营业收入 还有就是利润 就是整个国家企业的 营业收入跟利润 我们其实在看企业 财务银行受限都看EBITDA 你那个所谓现金流量如果OK 就算你是赔钱的 说坦白话 我这笔钱借给你也不怕你倒 对不对 那中国其实去年 其实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前年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债务又一直快速增加 而且他的主营业收入跟利润都负成长 那今年每个月都有公布 其实大家上网谷谷可以查 规模以上企业获利润率 都是10%嘛 说实话 那你就知道 那现在你所看到的经济不好是什么 政府刻意压的 政府刻意压的收紧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要防范风险避免泡沫 那很简单 如果他觉得这个拉太紧 他其实只要放松 就不会有立即性的风险 那最近那个定向降准 就是在放松啊 但是大局不会改变 大局就是他不会 他现在就在控住 但是他不会有系统性风险 现在就在放松 还有第二个 好 呃 阳伯说我记得你去年讲过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今年中国大陆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是人民币 没错 你就是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说 人民币呢 如果出现了一个持续性走贬 而且是一个明显的走贬的话 那就要小心中国大陆的这个金融风险 没错 那最近人民币这样贬啊 贬得很凶啊 很有趣你知道吗 最近人民币不是在贬值吗 对啊 贬得很凶 我们其实可以看两件事情 嗯 他有没有形成所谓的贬值预期 嗯 其实没有 从哪里可以看到两件事 嗯 我们不是第一个东西有一个叫做 Shyber 不是Hyber 就是上海 不是上海 这是在香港的所谓的人民币的利率 对 如果今天哦 中国大陆发现人民币是 不是我想要让他贬的 而是真的有出现贬值预期 我又要想把他控制住 我是不是要让你在海外 因为如果外资要放空人民币都在香港放空 没错 我要让你放空很难放空 那个利息就要拉高啊 还有人要拉高 没有 OK 最近的人民币某种程度上 我说实话说不定是中国刻意引导他贬值 要让川普不好过 哈哈哈 贸易战的一环就对了 第二个 第二个是你看CNY跟 其实其实听众朋友可以看嘛 最近有没有人在用那种人民币高利揽纯 其实也没看到这种情况 嗯 就是这样的状况 第二个CNY跟CNH也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背离 就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那种人民币不但在贬值是刻意 是那种所谓的贬值预期式的贬值 目前没有看到 OK 所以说最近很多数字都是政府刻意做出来 嗯 那政府像你刚讲的 政府其实不会走到宽松的老路 但是他会适度的控制 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刚刚更有趣 可以注意一个数据 嗯 不是最近在谈中国的固定投资掉很快吗 对 中国固定投资掉很快更有趣 嗯 全部都是中国造成 我跟大家讲政府造成 中国这个固定投资哈 在去年来讲 还有接近有两位数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成长的速度 嗯 可是最近掉很快掉到来到只剩下大概只剩下10个percent 不 大概只剩下6个percent左右 你从10percent掉到6个percent左右 到底是什么造成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问我说是制造业 因为营收不好 营余不好 然后减少投资 那就是个问题 但制造业投资是增加的 那房地产好像有房市泡沫嘛 会不会因为房市泡沫 房价最近在跌啊 房价最近在跌啊 会不会是整个房地产出现那种多沙多 也没有 房价虽然最近在跌 但是可控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并没有双 所以结论什么 全部都是政府掉下来 政府的投资去年有25% OK 现在只剩下8% 所以等于说他财政也在紧缩了 那但是他财政的紧缩 有一个很有趣的 好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控制的不好 不好意思 我们本来还要谈油价的 油价没时间讲了 所以这个油价的问题呢 我们就等两个礼拜后 原播室带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